男孩半夜醒来听见啊的声音 他好奇地掀开帘子向李旺去 发现父亲趴在母亲身上上下祈福 他以为两人在打架 立马抓住家里的毛扔了过去 你干嘛欺负我吗 面对这样的问题 大人们好像都会找同样的理由敷衍 你爸没欺负我 我们闹着玩的 睡去吧 这是张向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父亲 而后来 这件事也成了他难以忘怀的童年故事 1967年的春天 张向阳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 父亲张更年是个有才有脾气的画家 看到儿子满月抓旧时 一把就抓到了地上的画笔 他立刻喜笑颜开 顺便帮儿子规划出一条画家的道路 可谁料第二天 父亲就从张向阳的世界里彻底消失 直到他八岁那年 才重新出现在他的生活 母亲望着多年未见的丈夫气不成声 立刻拉着儿子让他喊吧 可张向阳却望着陌生男人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快活潇洒的日子 会随着父亲的到来彻底终结 为了让他走上画家的道路 父亲开始没日没夜地逼着他画画 然而此时的张向阳正直调皮捣蛋的年龄 随便找个借口就要溜出去玩得痛快 为此父亲没少对他发脾气 甚至一气之下撕毁了他所有玩具 张向阳心有怨言却又不敢反抗 只能赌气偷溜到屋顶上散心 可他万万没想到 当天晚上的北京居然会发生地震 所有人都急急忙忙跑出屋子 张向阳也吓得拼命喊叫 关键时刻 父母这才发现了他病将成功将他救下 可他的小猫却在慌乱中不幸跑兜 看见儿子焦急伤心的模样 父亲又好笑又心疼 立刻在笔记本上画了几只小猫 随着夜面不断翻动 小猫也变得栩栩如生 张向阳这才发现 父亲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可怕 他第一次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 所以当父亲要带他到喝里洗澡时 他毫不犹豫答应了 然而张向阳怎么也没想到 就在自己趁着阳光睡的正香时 父亲居然悄悄离开 醒来后的他见四下无人立刻去找 只是张向阳第一次喊把 他急得快要哭出来 却不知父亲就在不远处偷偷看着他 没有人不爱自己的孩子 就算再严厉的人也一样 而这次洗澡过后 父子俩的关系总算缓和了不少 直到地震重建完工 一家人又搬回了四合院里 张向阳又开始被逼着每天在家里画画 他渴望外面快乐的世界 可父亲那不容反抗的眼神却让他畏惧 为了和小伙伴们一起看电影 张向阳只能随便画画敷衍了事 谁知换来的却是父亲的一顿筹码 等他画好时 电影早就放完 他气得直跳脚 对父亲的恨意越来越深 为了不再被父亲逼迫 他打起了自己手指的主意 边哭边用手挠墙 以为只要这样就能摆脱父亲的掌控 可很快 他就因为太疼放弃了这个想法 没有反抗的能力 就只能被迫接受 在父亲的重压下 张向阳就这样度过了自己的童年 本以为只要长大就能逃脱父亲的掌控 可他没料到 父亲竟然越来越过分 你怎么还不脱呀 见男人依旧不行动 女人直接走上前去 一把就将男人衣服脱下 瞬间 女人的目光静也变得炙热起来 这一夜两个年轻人偷藏了经过 而张向阳也以为 自己可以和小红永远在一起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段美好的初恋 很快就在父亲的干涉下无疾而终 此时的张向阳正处于低谷期 他按照父亲的医院考美院失败 只能被迫参加美术补习班 准备复读一年再考 可处于叛逆期的孩子 根本不可能乖乖听话 张向阳明白 父亲将自己对画画的梦想 全都强加在他身上 所以他故意不顺从 背着家人偷偷逃课 转而和朋友到广场贩卖光碟 想用这种方式赚钱逃离 被掌控的人生 也正是在这时 他认识了漂亮女孩小红 对方滑冰的模样 让张向阳瞬间心动 他情不自禁拿起画笔 将女孩的每个动作 全都记录在画册上 而两人也因为这些话越走越近 渐渐谈起了恋爱 此时的张向阳以为 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他更加不爱上学 而是天天和小红待在一起 谁聊这天两人一起留冰时 竟一个不小心 全都掉进了冰窟窿里 无奈之下 张向阳只能跟着小红 到他家里换衣服 然而面对毫不回避的小红 张向阳却害起了羞 他宁肯动得瑟瑟发抖 也不肯脱下湿透的衣服 最终还是小红主动帮忙 才让他彻底放下面子 安静的房间内 少男少女间的暧昧情愫 瞬间膨胀升温 也是在这天 张向阳和小红将生米煮成了熟饭 彻底掉进了爱情的泥潭里 然而好景不长的是 这天母亲打扫卫生时 发现了他藏在枕头里的钱 父亲立刻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二天他刚出门 便悄悄跟在后面 最终不但发现了他逃课的事 还看到了他和小红恋爱的场景 毫无疑问 张向阳遭受到一顿严厉的责骂 父亲不允许他这么早就谈恋爱 甚至为了防止他逃课 故意在每天上班时带上他 要求他在自己眼皮下画画 被控制人生自由的张向阳痛苦不堪 他只能偷偷给小红写信寄托相思 恰逢这天上厕所时 他偶遇了发小 对方邀请他到广州闯荡 为了逃离父亲 张向阳想都没想就答应下来 甚至还特意叫上了小红一起 可他万万没想到 就在火车发动前的那一刻 父亲忽然接到消息匆匆赶来 不顾他的反抗强行将他带下车 张向阳只能眼睁睁看着发小和小红 乘坐火车渐渐远去 此时的他已经对父亲恨之入骨 回到家后整天欲寡欢莫不作声 母亲心疼儿子整天好言相权 可这天 他偷看了小红从广东寄来的信件 这才知道刚到广东不久 小红就发现自己怀了晕 为了不让这件事影响到儿子 父母自作主张将小红叫了回来 不由分说将他送去了医院做手术 直到一个月后 张向阳才得知小红已经回家 他忙不迭找了过去 却只看到小红低着头哭个不停 出什么事了 你倒是说话呀 究竟为什么呀 那你爸去吧 手术同一书让张向阳彻底明白了一切 他冲回家里跟父亲搭吵一架 甚至在暴奴中 一把将父亲推倒在沙发上 母亲见状狠狠打了他一耳光 而张向阳也彻底对这个家失望跑了出去 可他没想到 父亲会跟在他身后追了出来 甚至不慎掉进了冰冻里 看着狼狈不堪的父亲 张向阳最终还是于心不忍伸出双手 但这也意味着 他再一次向父亲的控制妥协 父亲第一次不穿衣服照顾儿子 两人在溪水里尽情玩耍 玩累了就干脆躺在河边睡个懒觉 谁知一阵风吹来 就把两人凉晒的内裤吹进了河里 父亲不想光着回去赶紧去追 而张向阳醒来后看见父亲不在 立刻害怕地大喊起来 他万万没想到 这一幕竟成了父子俩此生唯一的快乐时光 转眼几十年过去 张向阳也已经大学毕业 他事业有成还娶了一个漂亮媳妇 然而唯一让他感到无奈的是 父亲对他的控制仍旧无处不在 为了催消两口抓紧时间生孩子 父亲总是用不容抗拒的 与其施加压力 而母亲也在一旁帮强 表示可以趁年轻帮他们带几年 可张向阳却始终不愿顺从 谁知这天 父母来帮他打扫卫生时 忽然在卫生间里发现 一个用过的一眼韵棒 得知儿媳怀孕后 父母都很高兴 无论如何都要他们将孩子生下来 然而想起那些年被控制的人生 张向阳在这件事上坚决不肯妥协 这是我们俩的事 我们自己能决定 那我们呢 我们还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人 你们想多了 我们就是现在不想生孩子 你这是重新跟我们作对是不是 为我们生的孩子有什么不可以 你这种想法也太自私了吧 自私 你是我儿子 为我们生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 这一刻 积压多年的元气彻底爆发 张向阳终于忍无可忍 将父亲对自己的控制倾斜而出 我是你爸 对 你是我爸 那我谢谢你把我养了这么大 可我告诉你 你不是一个好父亲 伤人的话一旦说出去就很难受回 张向阳也一样 看着父亲落寞的背影 他忽然有些后悔 为了弥补 他特意举办了一个画展邀请父亲来看 而他有所成就的模样 也终于让父亲崭露笑容 可张向阳万万没想到 这天之后 父亲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就连母亲也慌了神 直到这天 一家人从收音机发现了父亲留下的颅音 原来他早就被查出患有老年痴呆症 为了不拖累孩子 所以才选择找个角落独自承受病痛折磨 他表示能看到儿子现在的成绩已经心满意足 同时也向张向阳承认自己不是个合格的父亲 也许是对父亲离家出走的事有所出动 张向阳最终还是决定留下孩子 然而当他时隔一年 带着母亲和妻儿重回老房子时 才发现父亲早就在这里喝药自杀了 新的轮回开始 张向阳也要为人父为人父 也许终有一天 他能体会到父亲的苦心 也能明白这世间有一种爱 伟大深沉却又无法言说